前幾天我在臉書上架我身邊這部總代理的 BMW F31330i Touring & Sport 版本之後 有人在臉書留言下面敲彎我說能不能看這台車的開箱影片呢 那當時我的回覆是這樣子的 身為一個負責任的男人呢 承諾當然是不能亂給啊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 既然我也這麼喜歡旅行車 那何不如就抽空簡單幫他做一個開箱分享 所以呢今天呢 我就要來簡單的開箱這台車以外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還在觀望320i Touring的話 何不值上330的三個看法跟觀點 影片開始之前 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接收通知小鈴鐺 有車輛需要出售的話 也歡迎填寫下方線上免費估價表單 快速方便獲得車輛報價 我相信對很多人來講 他會選擇開一台旅行車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字 你要帥嘛 所以既然要帥呢 BMW的帥最重要的首選呢 一定就是ANSPORT套件 那當你在台灣總代理呢 去買一台Touring 然後買到330等級的時候呢 這部車其實就已經出廠標配了ANSPORT套件 如果你買到320的話 你是要再額外加選 花錢加選的 那320以當時的價格來講 除非有特別優惠活動 要不然你去加選一套ANSPORT套件 可能要花上我記得有些人是說 27、8萬左右 所以市場上在賣的F31、320 Touring呢 很多320的M版外款套件 是你事後買回去 然後到外場去加裝 去外場改的版本 跟台灣總代理出的ANSPORT 是不太一樣的 那一台原廠標配ANSPORT車 它到底包含哪些東西呢 首先外觀上不用講就是 M版的前後大包以外呢 讓它看上去更傻更好看 葉子版呢也多一個M字的標記 然後它的避震器呢 也是配上了ANSPORT的跑車化懸吊 會比一般版的普通避震器 再略低一點點 框呢也會用上了M版的輪框 而且這部車很特別的是 它這組M版輪框呢是19吋 因為這台車當時呢 原車主呢去額外再花錢 再去加選了19吋的M版輪框 而且仔細看裡面卡鉗呢 也是花錢額外再去選配的 一個M版的藍色卡鉗 那內裝方面呢 不得不說我個人私心 非常非常喜歡這套ANSPORT內裝 而且我認為這套內裝 在未來某個時間點 會成為非常熱門 非常經典搶手的物品 怎麼說呢 其實F世代的BMW 私心認為它的內裝 在當時來講是 蠻無聊 蠻沒特色的一個設計 因為你論大破大力 它也沒有 然後論科技 然後論質感 好像比起同級的對手 都沒有太突出的表現 但是直到 他們換上這套ANSPORT內裝之後呢 那時候我才覺得 有一種眼睛為之一亮的感覺 例如說 我們前陣子曾經收到一台 320 GT 也是F世代 GT 然後 GT這個車型 以我們的經驗來講 算是不太好賣的一個車 因為我覺得 它的定位有一點點尷尬 但是內部車呢 它因為搭配的一樣是 總代理M版的套件 M版的外觀 M版的內裝 那部車看上去就非常非常有賣相 有質感 所以那部ANSPORT320呢 它很快就售出了 算是創下我們收到320 GT以來 最快售出了一部GT的記錄 那M版內裝到底包含哪些東西呢 首先第一個 它的M版的方向盤 這不用講 然後再加上它的ANSPORT呢 也標配了黑天篷的設計 座椅部分包含門板呢 都採用藍色的縫線搭配以外呢 座椅啊 還採用一個擠皮 然後加上一些其他複合材質的設計 看上去就非常有賣相 加分不少 所以呢 ANSPORT這些東西呢 很重要 而且內裝部分 你事後要去外場改裝升級 其實是蠻大的工程 不太好改 因為你要改的東西蠻多的 俗話說得好 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 330i在二手市場上 真的是非常少見 尤其是Turing版本 那為什麼它會少見 很簡單嘛 原因就是因為 它新車賣的少 二手車自然就少 那當時新車為什麼賣的少呢 並不是說它車不好 而是它的新車價 真的 個人也認為 真的是定價有點太貴太貴了 因為 一台320 Turing 它當時的售價可能在210萬左右 但是 你買到總代理的330版本呢 你的Turing版本 在當時 因為它標配的ANSPORT套件 所以它定價來到270幾萬 這一來一往 兩台車可能差了 有快70萬左右的價差 雖然說 它直接給你標配了ANSPORT 但是私心個人認為 也真的還是有點太貴了 那這六七十萬的價差差在哪裡 其實主要是剛剛提到的 ANSPORT內外套件以外 它動力上不同 再加上它配備其實330i 它還多出一些東西 例如說它的音箱喇叭 6支變成9支 然後它標配了腳踢感應尾門 然後前面它儀表板資訊幕 也放大成5.7吋 雙前座座椅也都附上電動調整 而且駕駛座還有記憶的模式以外 然後中間螢幕還附上了原廠的中文導航等等 主要還多了這些配備上的差異 那雖然說新車價差來到670萬差異 但是來到二手市場上 它絕對不可能是這樣價差 因為你差個670萬 一樣誰要買330對不對 所以二手市場上它會決定 它這台車應該有的售價 那以目前我們開價來講 我覺得它的售價大約就跟你一台320i Touring and Sport 版本 再多個 maybe 十多萬的價錢 你就可以升級成330 所以搭配它的動力差距 然後配備差異等等的 你這樣升級其實多花個十幾萬 是相當合理相當划算的一個選擇 那當然是我們開價也真的不貴 因為大家看到影片都是我自己拍 自己剪的自拍自導自演 省下來人力成本就回饋在價格上給大家了 坐進來330裡面呢 其實每一次開不同世代BMW 3系列 我都會覺得自成相似的感覺 因為我很佩服BMW每次把3系列做了它的駕駛坐姿 它坐點都可以蠻類似蠻接近的感覺 我自己是覺得3系列的特色就是它的 以房車標準來講 它的駕駛坐姿可以調到算相對一個低一點 低趴一點的位置 而這台330也是不例外 最後來總結一下第三個點就是 其實BMW買家要買F4代的買家 幾乎都知道說 小改款前跟小改款後的車 在市場上是有一個價錢上的小小差距 那預算購的很多都會選擇 只上小改款後的B48 2.0渦輪這顆引擎 因為小改款前的2.0渦輪呢 其實算是毛病啊通病稍微多了一點點 那這一部330呢 它跟320一樣都採用2.0渦輪B48引擎 只是透過調校的不同呢 它炸出的馬力來到252匹了 跟320的100 我記得是184匹182匹吧 算是差距蠻大 所以拆起來呢 也真的是蠻有明顯的差距 不過呢如果你是以 勾炸自然進氣時代變 那我來講好了 早期你去買320跟330的差距呢 可能除了馬力上動力上差距以外 你買到的可能也是一個 四缸跟六缸的差距 因為早期自然進氣的車 排氣量跟馬力算是 成一個蠻正比的關係 但是呢 你來到渦輪世代 你買320跟330 雖然說馬力不一樣 但是你買到本體 一樣都是一顆2.0渦輪 所以這對於新車銷售來講 我相信這會是消費者 在選擇車款上的時候 一個330沒這麼大誘因的關鍵因素 但是呢 你也不得不佩服說 科技的進步啊 這個推力 跟320的184匹推力來講 320真的是你覺得夠用而已 但是330 踩起來 還是真的是 要小熱血是可以的 真的是蠻夠用的 踩起來這才覺得 爽快 舒爽很多 現實層面來講 你理性考量 那你一樣的稅金 然後你獲得馬力更多 然後你保養程度要花的錢 其實也是一樣的 所以說呢 論CP值來講呢 330當然是比較高一級 讚讚讚讚讚 好啦 下次影片見 掰掰